临翼恐怖片世纪婚宴第二周上映 以470万美金从冠军跌到第5名 由布莱德·比特主演的子弹列车 以540万美金位居第4名 动画片DC超级宠物军团 以545万美金位居第3名 动作片捍卫战士独行侠 以550万美金位居第2名 最后恭喜漫威超级英雄电影蜘蛛人无家日 重新回归大萤幕以600万美金夺下票房冠军 动物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